大家好,我是曹理布朗林,我們又見面了 各位的老朋友有沒有想我啊 雖然我們的觀看指數非常的少,用手指頭就可以算得到人數了 但是呢,編劇大大跟總監還是一樣不放棄的繼續做下去 好了,我們廢話不多說,來講今天的故事啦 今天大家講述一個世紀大的比賽,雖然看起來根本不公平 沒錯,看起來就不公平 這一個故事呢,就講述一個人類想要PK天神的比賽 究竟是什麼發生的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話說呢,我們這個大腦之神雅典娜,除了很會打仗以外 他也是希臘眾神中IQ之術最高的天神 計測、統測、聯考都難不倒他 除了這樣子以外,他還是家政之神 縫紉、煮菜、打小孩、樣樣精通,果然是家政之神 你給我裝孝偉嗎?當然,國中的家政課當然是拿來考試用咯 廢話當然是請我阿嬤幫我弄咯 此時就在雅典郊外的一個小村莊 住著一個非常厲害的家政老師 他的名字叫阿拉克里 也就是我們的悲劇女主角 所以有很多人都來跟他訂購他的布 因為穿上他的布就是潮瓦 而他支付的速度就連在廁所看不到他的車尾燈 就這樣子一轉眼一個華麗的布就完成了 阿拉克里驕傲地跟眾人說道 因為我就是個天才,怎麼樣呢? 阿拉克里這個超窄的學霸 就這樣子講這句話直接傳到了奧林批斯山上 在山上的雅典娜覺得 嗯,這個小女孩太臭皮了 必須好好的 我說你啊,只是去找一個小女孩而已 你幹嘛還帶了這麼多重裝啊? 脫掉啦 就這樣子雅典娜華麗轉身 變成魔法阿嬤 於是這位魔法阿嬤很輕快地來到了阿拉克里 阿拉克里的面前 於是這位魔法阿嬤走到了阿拉克里的旁邊 砍阿拉克里快速地製作他的皮布 阿嬤,要布的話去隔壁抽號碼來等喔 哎唷妹妹,你這的布雖然很漂亮 但是你不要太驕傲了啦 我...但是你要謙遂一點啦 因為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 阿嬤不會騙你的啦 哼,阿嬤,你就不懂了啦 要是啦,那布雅典娜下來 我搞不好還會贏耶 哼,小妹妹啊 你不能這樣歐白人說話啦 你不能這樣子告訴這個天神 不然的話,他會生氣氣喔 而且啊,他是佳陣子的神喔 他可是很厲害的 哼,那又怎麼樣 他能夠下來跟我PK嗎? 會嗎?能嗎? 遊走就下來跟我決意死戰啊 如果我贏的話,他就用這輸囉 看來你沒有辦法了 阿嬤,就是 雅典娜 那我們就切開了追尋一下吧 各位大家好,我是查理布朗尼 歡迎收看希臘早安新聞 稍早收到的是湘米線報 在雅典市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 沒錯,就是我們守護神雅典娜大戰 天才少女阿拉涅尼的這個狀況 他們要用佳陣的支部來決意勝負 到底會是誰贏呢? 而他們的比賽項目呢,就是宙斯 沒錯,就是要刻畫出宙斯所作的豐功偉業 在一張布上面 我們LINE直播馬上回到了現場這個激烈的戰況 首先看到的是雅典娜 我們加這女神先攻了 他這招左右開放的方式 使得他的支部速度超級快的 天啊,他居然用一幅畫 可以把所有宙斯所作的豐功偉業 全部印在上面 不愧是女神啊 短短的五分鐘,直接就完成了 接下來聞到我們的另外一個選手阿拉克尼了 直線他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但是他支的東西居然是宙斯亂搞地上所有的女人啊 讓我們的雅典娜非常的生氣 非常的生氣 直接撲倒在地 直接把他的布支成碎片啊 我們畫面非常穩在現場 還給我們的導播喔 就這樣子雅典娜非常生氣的指責他 平淡的設計,卻企圖以華麗的線條來掩飾 是你應該慘愧的 平放人的想像力和技巧的著迷 都是身為一個裁風式的致命傷 阿拉克尼,你所做的布 的確沒有繽紛的必要 你還是砍跳蟲來吧 整天雷溝通地火阿拉克尼 瞬間從哺乳動物變成結肢動物 就這樣子阿拉克尼就變成了一隻蜘蛛 就跟中華一芬的小孩一樣 每21個小時會再蟲來一次 這就是蜘蛛的起源 後來呢 阿拉克尼因為有一個小屁孩一直欺負他 咬了他一口 把他的DNA傳給了那個屁孩 剩下的部分呢 你們大家應該都想到是什麼了吧 今天的故事呢,就說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